他的房间全部隐藏在这后面 那我在这边我要先暂停一下 为什么要暂停这边 其实这个通道 我觉得有一些概念 也是要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其实他这一整片 我们感觉 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进来之后 我觉得很温暖不昏暗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 很温暖不昏暗 我们试想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说我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廊道 走廊啊 廊道我没有加这些灯的话 我一打开门 我看到的就是非常昏暗的景象 因为我房间门都关起来了 房间门关起来 这里是零采光 那零采光对于这个空间而言的话 就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就会建议 特别是如果你的房子是独动的 是透天的 然后你在这个楼梯间 因为通常楼梯间都没有采光 那我会建议你们可以安装闭灯 或者是说 像我们屋主一样 我可以按照安装这个 类似像西顶灯啦 红灯啦 把家里面阴暗的地方 我做一个基本的照明 那基本的照明 我们先把风水的盖 这个影响放旁边 至少我在安全性上面 我能够透过这个光源得到保障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扇门 两扇 三 四 总共有四扇门 在这个空间 其实没有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了四扇门 难免一定会遇到什么 门对门 或者是门切门 或者是说有些朋友可能还是会担心说 哎呦老师不对啊 很多的节目都在讲门对门 门切门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门的什么闭刀 坦白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名词到底怎么来的 但是我尊重 好那以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要去把它给淡化掉 那要怎么做 除了说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 那我就做这种隐藏式的门板 他会是一种方法 那又或者呢 我觉得可以像我们屋主这样子 哎呦那时候就建议他咯 那你就干脆 因为我这墙面是白色的 再加上以作北朝南的房子 本来在颜色的这个喜欢的归属上 他就是喜欢白色 好那所以就把墙面 还有我们的门框 还有我们的门板 全部都弄成白色 当全部都弄成白色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这个 镜头上我在看的话 哎那我全部都是白的 其实这个门的形 他就没有这么明显 那没有这么明显 我只要把握一个大原则 当我的门不使用的时候 我把它关起来 那这个可能造成什么 门对门 门切门的影响 他影响程度就不会那么的严重了